那么我们讲到任明经的修学方法 有震恨跟祝恨的差别 这个震恨主要就是修学尔根言通的法门 那么祝恨当中本经讲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言辞是根本重戒 第二个就是颂辞任言神众 这两个祝恨 那么我们这一段讲到 就是言辞是根本重戒 这个地方的戒法 跟我们一般的声文的戒法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分清楚 声文的戒法它是以事项做根本的 它是由事而入理的 你看我们在修学比丘戒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不是很重视无常无我的智慧 反正你就照着做 把佛陀所制定的制教 你照着做慢慢慢慢的 然后才由戒 才修定 才修会 它是由事入理 菩萨界是相反的 菩萨界你一开始 他要求你安住菩萨总性 你才有资格持戒 所以菩萨界是由理而入事 他先入理观 然后再从理观当中产生四项的修学 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气氛清楚 当然菩萨的理观就是一种所谓的 我们一般叫做菩萨的戒体 这个戒体的内涵 在偶一大师的放网金菩萨戒本 他老人家提出了七个重点 我今天讲出其中两个 他说这个菩萨的戒体 这个理观有两个主题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本言清净 以为其体 第二个 真上的善心 以为其因 就是你整个菩萨道的 整个断恶修善度众生 你依止什么样的心态 来做这件事情 心态是很重要 那么他整个菩萨道的体 就是本言清净 我们讲是因为正念真如 所以开显我们内心本具的 清净本性 那么在清净本性当中 本来没有杀到阴望 我们的清净本性 本来没有杀到阴望 那当然我们应该要 不杀到阴望 我们过去在慈界的时候 是从因果的思考 我为什么不杀到阴望呢 因为我杀到阴望 来生会遭感痛苦的果报 一般我们在 仁天秤的慈界的思考是 业果 但菩萨界的思考不是这样 他是练练随顺真如 我既然要成佛 我就应该随顺真如 那么真如没有杀生 所以我不应该杀生 杀生是妄想做的事情 真如怎么会杀生 因为他内心当中 本来没有杀生的功能 所以他这个地方 第一个 你整个心态的依止点 是本言清净 以真如本性 来当作你整个菩萨道的题 其实呢 以真上的善心为因 这个因就是功能 你要表现菩萨道 你一定要有个功能吗 这个真上的善心就是菩提心 你要观察 死法界的差别因言 思维佛法界的功德 而升起上求佛道 思维众生法界的痛苦 而升起下化众生 上求下化 来当作整个菩萨道的那种因 就是那种功能 那么也就是说呢 整个菩萨道呢 他的整个修学的行动呢 是从一个清净心 跟菩提心的结合 所发动出来的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他的一个整个修学是 先从理观而入世修 先安住菩萨种姓 然后才有菩萨的修学的行动 好